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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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在和工作人员一起开趴 就是去参加有人趴的路上 之后还要直播打游戏 小大哥必须承认 JJ真的是一只热爱生活的单身王 少壮学习不努力 全家排队来出气 陈伟霆在某节目中自爆 小时候成绩不好 常常被爸爸妈妈哥哥姐姐排队教育 那我回到来成绩不好 妈骂完爹地就打了 爹地打完 哥又骂了 跟着姐姐又罚了 他整家排着队来打你 整家排着队来打你 俗话说棍棒底下出孝子 那能从全家人的乱棍之下爬出来的 绝对是内摆尖凶不可多得之人才 大家小时候都经历过男女混合装打 不过网友表示 老公的童年不仅要男女混合装打 还被哥哥姐姐修理 真是好可怜 还有网友分析 陈伟霆的家教很好 估计跟小时候的悲惨经历分不开 咦 小大哥的关注点 可能跟大家不太一样 有谁发现陈伟霆盘坐在沙发上的两条腿 真是尝到腻甜啦 现在一提到粉丝应援 估计很多挂友都很有体会 在我们的印象中 粉丝应援就是 喊喊口号 送送礼物 嫁嫁油 但现在不少粉丝的应援方式 真是花样摆出 有的温馨 有的创意 还有的直接把惊喜变成了惊吓 总之就是给偶像提供了360度全方位的支持 今天就让头条军带咱们一起去应援界 开开眼吧 圣诞节时 周星驰用又胖又萌的手写体 为墨镜王兼致的新片《百度人加油》 讲述了一个江湖虽远 却惺惺惺相惜的真诚故事 其实在饭圈 应援方式十分丰富 比如应援口号 考验粉丝语文水平 应援礼物 考验粉丝的品味 应援背景配色 考验粉丝审美 等等等等 接下来 头条军就来介绍下 各家有哪些让人意想不到的奇葩应援 应援之中最基本的是应援口号 像什么某某某某我爱你 就像老鼠爱大你 早就荡到玛利亚那海沟里 现在的应援口号表白起来 更加稀奇古怪 羊羊在哪儿 我在哪儿 羊毛陪你闯天下 还有一口井 一片蓝 一生只爱井博然 这种是清新中带着情意绵绵 然而再往下看 TFBOYS家的节操丢掉 永不停要 一羊千禧八块腹肌 已经十分放飞自我 大老实价更有毒 居然在高喊什么 白毛腹绿水 想睡大张尾 简单粗暴又羞耻 头条军真是紧闭双眼 看不下去 除了喊口号外 如何挥舞应援棒 也很有学问 TFBOYS的粉丝 十分获得出去 居然把应援棒穿在身上 红灯侠闪亮登场 一切牛鬼蛇人 请必让 最催人泪下的应援 同样来自TFBOYS家 去年一羊千禧要中考 为了让自家爱豆考出好成绩 千职贺们从半年前 就开始组建 千家突击队陪考团 每周帮千禧 打抱数颗知识来复习 名为陪考百科全书的 备考资料 迄今为止 已经攒了将近八千条 粉丝也会每天去 千禧的微博评论里 为其刷题 这些资料 甚至还被印成书 送给千禧 此外 应援色的选择 也十分重要 比如 微微一笑 很清晨播出时 应援现场布置的 红纱公灯花架秀伞 分为超级甜蜜 分分钟就可以邀请 男女主角 进洞房 举案齐眉 而美人四方菜 播出之际 爽粉们很用心地 布置了一桌 契合新剧主题的 琴奇书画 五股杂粮 花瓶扇面等等 结果 白纸黄花黑字的画风 有点甚人 而且宴会的燕子 还写错了 有网友忍不住吐槽 能不这么吓人 又丢人吗 此等应援车祸 还布置一家 往前翻 还有当年著名的 武艺事件 当年选秀歌手 武艺从长安街经过 他的粉丝们在街边 举着白球白散 白色应援牌 照片充满一向风格不说 还配上一路走好的文字 再听听粉丝们 轻轻爆气地喊着 这画风真的有点像邪教啊 同学们 桂圈更惊悚的应援 还有近日汪小敏 收到的演出礼物 92年的女歌手汪小敏 自曝在音乐剧开场前20分钟 收到一份圣诞礼物 打开一看 竟然是一条带穴的甲织 还有一封表白信 而信里除了介绍这份礼物 有多么难得 还表示 如果这个不够分量 下次把我自己的献给你 礼物不够 假之来凑 这简直比胡歌 收到避孕套 张静哲收到原位内裤 更雷然 比王洛丹 林志颖收到血树 更过急 到底是应援 还是拆台呢 头条君真是忍不住 同情汪小敏 也希望这样 智商欠费的应援 越少越好 毕竟 现在绝大多数粉丝的 逼格审美跟素质 都在不断升级的 国内的粉丝再疯狂 也没有大家对 超级英雄的爱疯狂呀 这不 好莱坞大概是 爱钢铁侠 爱到了骨子里 在复仇者联盟 一堆的超级英雄里面 唯独给他 开出了天价片酬 你们先猜猜 这天价会是多少呢 据外媒报道 好莱坞超级英雄电影 复仇者联盟3 给主演钢铁侠 开出了1亿美金的 天价片酬 约合人民币 7亿元 而复联3的总预算 一共3.4亿美金 唐一大叔 一个人就独占了三分之一 说起来 钢铁侠在上一部 复联中的片酬 就是美国队长的6倍 绿巨人的14倍 领跑所有超级英雄 还缠连了 2014 2015年 福布斯全球片酬 最高男演员称号 如果这一次 把自己创造的片酬记录 刷新到1亿美金 还是震惊全球 虽然网友表示 漫威花钱如烧纸 漫威却表示 这钱花的真心值 没有当年的钢铁侠 也就没有今天的漫威电影 总之我们现在知道了 钢铁侠在复联中的 吐豪气质 绝对是法子内心的 一方面 日漫电影 多来梦和你的名字 带着话题 席卷你的钱包 登上你的头条 另一方面 还有许多经典霓虹作品 改编版权 被中国制作方实力承包 据有关媒体爆料 继《求婚大作战》之后 日举野猪大改造 和龙鹰的中国版 已经进入了开发期 然而得知消息的 吃瓜群众纷纷表示 并不想看到 几个三十多岁的人 独醉装嫩 扮演十几岁的学生 不求与原版绝对统一 只求改编基本给力 那么现在问题来了 到底谁来出演 这些记忆中的经典人物 比较合适呢 韩国FBS2016演艺大赏 25日落下帷幕 李光珠最后 与Ronnie Mann 爆走最优秀 Variety大奖 一项幽默风趣的长景录 在发表获奖感言时 感伤落泪 台下的宋志笑 更是哭成泪人 镜头转向另一边 在KBS演艺大赏典礼上 金中国和车太炫 这对好兄弟 在台上颁奖时 车太炫直接爆料 金中国已经有了女友 努力着当场冒冷看 现场到底是什么情况 大家快一起来围观 成龙为新夜莹 举办的印度风广场舞大赛 不仅引来中国大妈的 强势围观 也惹得印度大妈 蠢蠢欲动 想要来一场跨国尬舞 这群印度大妈 怀揣着宝莱屋 最后的绝匠 在油管和FB发布视频 正式向中国广场舞大妈 下发挑战书 谁不愿意跳舞 跟他跳舞 是Jackie Chan 好的 我知道 你们中国人 是新闻 但 这是印度风广场舞 公园舞 踏舞 我们看看 感觉广场舞奥运会 已经从民间开始发酵 而我们小区的阿姨 绝对都能秒杀菲林 毕竟对手的对付都没统一 就敢来挑战 作为广场舞的开拓者和领导者 中国大妈面对挑战 十分从容 泽鹏之又一句话 中国大妈永远是不可战胜的 好了 接下来又到了发布 欧巴最新行程指南的时间了 妹妹妹 咱们就等你出场了 圣诞节刚过 会圈明星们就马不停蹄地忙碌起来了 看看王家在上海 参加新电影的路演 TF3小只 也变身成了空中飞人 雾霾过了 暴露之余 也要常回帝都 看看妹妹妹哟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还想和我们互动的小伙伴 别忘了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因为小红气内红的娱乐小分队 更多精彩八卦等着你哟 咱们明天不见不散 拜拜